这个马英九到中国去啊 在我的看法是他一直在犯相同的错误 他以为他在做两岸和平的工作 两岸沟通的工作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其实真正 只是被中国当作棋子当作工具 他在做总统的时候讲九二共事 九二共事就是中共的一个工具 马英九认为是他追求两岸和平的一个基础 谈判的一个结果 然后到他快卸任的时候 他想办法就跟习近平见面 他以为是要塑造一个两岸能够互动的一个现象 可事实上他又被习近平当作工具 给全世界这一个当作一个样板 说台湾事实上是跟他是期待跟中国连结在一起 也就是希望统一的 然后这一次马英九去记住完全一样 中共的目的是认知作战 认为他的标题叫做两岸一家亲 因为是亲人嘛 所以你要到中国来记住啊 所以两岸统一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你外国不要管啊 你美国欧洲不要管啊 从头到尾的错误 就是马英九被当作工具而不自知 对于中共来讲 中华民国已经亡了 是亡于1949年 马英九去拜访的这个南京中山林 就有一个大石碑 上面写中华民国 1911至1949 所以呢 马英九在中国的这个 或者说在中共的政权底下 提中华民国 就等于是中华民国的亡魂 大家记不记得70年代 突然间有个新闻说 从菲律宾的丛林里面 因为开发嘛 丛林一直开发进去 突然间跳出来一个人 一个台湾人叫做李光辉 他是当年二战 被拉夫被日本人拉夫 去充当日军到菲律宾去作战 然后呢 大概一小队人在那边 然后日本战败了 他不知道 他身边的人都死了 只剩下他一个人 所以他在那个丛林里 孤独生活了三十几年 他还以为还在二次世界大战 突然间被人发现 他跳出来 就喊天皇万岁 就是那种荒谬的场景 就是好像一个人 活在这个不同的时空里面 满久去了一趟中国之后 他回来说 九二共识已经活得过来了 这个其实在国民党 当时为什么会被人民所淘汰 其中很大的因素就是 九二共识没有被人民所接受 那没想到说 马云九去了一趟中国之后 又说九二共识活得过来了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要请问侯友宜 请问郭台铭 那你们对于九二共识的看法是怎么样 因为中国习近平对于九二共识的这个说法就定掉了 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 一国两制 没有各表的空间 那是不是马云九的九二共识 是未来2024年 这个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他们所要奉行的两岸路线呢 那所以就这一点 真的要请郭台铭跟侯友宜 好好的讲清楚 所以马云九这次去中国 是中国借了马云九的口 重新再次强调了一中的论书 从中山林开始 他就讲什么 他讲两岸中国人 他把两岸都化为中国人 接下来呢 他再去到这个不管是跟江苏省委书记见面 他们两个提到关键字 一中原则 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原则 这是他们讲的嘛 然后接下来呢 马云九在跟大学生座谈的时候讲的那一段 国民党蓝营的一些很高兴啊 说你看他提中华民国宪法 他提这个台湾地区大陆地区 是中华民国宪法很厉害 但是你听你仔细看他讲的 他说啊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都是中华民国的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台湾跟大陆都是同一国 那只是马云九说这个国家叫中华民国 但是对于中共来说 他说这个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两边唯一的差异 只有这个国家到底要叫中华民国 还是要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两边都共同同意 台湾跟大陆是同一国 这是马云九端出的一中论书 而且他这一中论书啊 我说他讲半套啦 蒋介石跟蒋经国这两讲副子 他们也是一中论书 但是他们的一中论书还有加一个汉贼不两立 所以呢他们一边强调说台湾跟大陆都是一中 但是他们同时呢也积极的反共 他们有做军备要反共 他们跟美国 两讲跟美国结盟 由美国来协防台湾要反共 好 那现在马云九的一中论书是 他保留了两讲的这一中 台湾跟大陆都是同一个国家 同一国啦 可是现在的马云九 现在的国民党已经放下反共了 已经认为说 不需要军够 不需要军备 不需要去反共 那所以这是不是两讲的一整套之后 只剩下半套 只剩下两讲中 一中的那个半套 另外半套反共这个不见了 所以我说马云九他拿了1970年代 1960年代两讲的东西来 可是他却把最重要的反共这个丢掉了 只剩下一中 郭台铭先生从美国回来 马上不辞辛劳 就办了记者会 这一次呢 郭先生他定位 他的这个主题是 台湾需要一个很棒的CEO 这句话听起来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这里我想指出一点就是说 一个好的公司是由董事会执行团队 还有股东所组成的 这三者三者绝对不能偏废 所以呢 台湾如果要在国际上上市 必须这三者都要具备 如果只单谈CEO的话 这个还是坦白讲 还是比较是偏于一种强势的老板的心 老板的心态了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郭先生他还是打这个避战牌 恐战牌 就是恐惧战争的这个牌 完全没有谈备战 这个就是忽视了中共展示武力侵略台湾的这个意图 以及台湾人民的这个愤慨 只谈避战而不谈备战 那基调就是投降 只是在讨论投降的姿态罢了 郭先生也谈到团结 但是他又同时是演讲的讲说 绝对不能让民进党当选 这里我没有听任何党派说话的意思 民进党当不当选不关我的事 他谈到团结又说绝对不能让另外一个党当选 完全就没有提到任何这个 化解台湾内部矛盾的方法 因为台湾现在是存在巨大的矛盾的 我因此而结论到 这个是对郭先生的激励了 我因此而结论到 他的这场记者会 不是一场对全台湾民众的参选宣言记者会 而是一场对国民党内部还在斗争的这个态势的一个 发言的记者会 郭台铭说不用向美国买武器 因为没刀没枪 那中国就不会打过来 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 那如果让郭台铭当上台湾的总统 那台湾的三军国防 那简直就可以猜测了 我们现在是备战 那才能够止战 要不是现在我们有这个坚强的三军 这个中共要拿下台湾 是可以不费摧毁之力的 那所以说如果让郭台铭来当上台湾的总统 这简直是太危险了 他的说法甚至比韩国瑜更不如 韩国瑜至少还会说 国防呢是靠美国 那韩国瑜都知道说 国防对于台湾的重要性 那就这一点上面 郭台铭是比韩国瑜更不如 那这郭台铭的起手是 我认为对于这个台湾来讲 对于国民党来讲 那也是非常的不治的 商人的做法就是 我会用最好的诱因 获取最大的利益 那郭台铭的利益在哪里 郭台铭利益在哪里 你看他的布局在哪里 他的利益就在哪里 那不可能把台湾并向美国 按照郭台铭的做法 他不会这样做 那如果台湾跟中国 他一直在讲说 合中合中 我们用谈的用谈的 我想跟中国怎么谈 陈玉珍也说用谈的 国民党也说用谈的 他用谈的比用打的好 所以我们用谈的 你跟中国来谈判 你的筹码是什么 你可以给中国什么好处 你有什么跟他谈 那如果没有办法给中国好处 那中国为什么跟你谈 那谈的目的就是被捅 就是全盘拿去 那全盘拿去 对我们台湾有什么好处 没有好处 可是对领导人来讲 对台湾不管 中国叫领导人 我们叫总统 对总统来讲 我可以跟台湾人讲说 你看和平了 没有战端了 不会打仗 所以说这是他嘴巴说的好处 可是好处是在你自己而已 对台湾全民是没有好处的 为什么 我们面临到的叫做求来的和平 但是呢 香港有真的和平吗 新疆有真的和平吗 西藏有真的和平吗 甚至国民党最痛苦的 第二次的国共谈判 本来是长江南北对峙 因为谈判了之后 我们愿意卸下我们的重兵 最后共产党挥兵南下 整个把中华民国并吞掉 我们就被赶到台湾来了 有了两次国共谈判的失败 有了新疆 有了香港的这些血淋淋的教训 我们还能用谈的吗 所以这就是 我觉得如果让这些 认为用谈的 可以获得和平的人 当了总统以后 我真的不敢想象 未来台湾要怎么走下去 看来现在这次选总统的起手势 提出来的国际论述 其实还是相当天真 他2019年就有天真过一次 他曾经说这个 不要跟美国买武器 这样中国就不会来打我们 因为他说 哪里有买武器 人家都专打你那个地方 所以意思就是不要买武器 人家都不会来打你 那这一听当然就是 甚至连 只要具有基本常识的人 都知道这讲不通 对不对 那你说 不要加装保全系统 人家就不会来偷你 没有这回事 所以2019年 他跟韩国瑜相争 那最后是黯然退场 而且那个黯然还是 非常黯然的 他甚至这个口出二言 搞得他现在要鞠躬道歉 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到 他再提出来的论述 其实还是过于天真 他提到说 台湾要去调解 去调停美中的冲突 我就觉得说哇这个野心很大 野心很大 但是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啦 国民党现在连 这个欣欣费费大作战 徐巧鑫跟废宏泰的冲突 都没办法调解了 你还要去调解美中冲突啊 连你自家人的纷争 都没办法调解了 你说你要去调解中国跟美国的纷争 你要让中国跟美国握手言合作下来当好朋友 是因为你一个人 因为国民党你一个党 那我是觉得说 这个对于国际关系的认知太过浅薄 不管您是每个月赞助一百元的会员 还是三百元一千元的会员 享受到的福利都是一样的 您一定会问 那我为什么要加入一千元的会员呢 没错 我们的初衷只是希望 让这个频道能够更长久的经营下去 而不是以赚钱盈利为目标 我希望大家在心有余力 可以请小军姐 请我们辛苦的制作团队喝杯咖啡 有能力的就多辛苦一点 多捐一点 大家一定要量力而为 好 大家量力而为 这是我一直一再要强调的一句话 我要请赞助者放心 我们一定会好好善用 你们的每一分钱 把它发挥到最大的效益 一人难挑千金蛋 众人能移万座山 有你们当我的靠山 有你们当我的后盾 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团队吧 有心就有力 我们一起加油 为了台湾这块土地 我们永不放弃 我社会有良好的生股 我们社会有良好的生股 提供它们的生股 我们社会有良好的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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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番我々が重要視しているのは 研究部門的 研究に力を入れて 各種 disruptive的品 종합 您ичего草膽和的蚵 Ide料 Kimbruch Elf almended 原木栽培 现在是用剂子生花的雞 trails 原木栽培的椎茸麦 所有的稻葉参从人身中 接下来 与此 Kontakt 所以有些精神的叉茸和味道是有效果的 一方近所的叉茸的場合 在日本的場合, 都在家中的空調中 所以我々的品種是 叉茸的叉茸到最短的3个月 叉茸的叉茸到最短的叉茸 叉茸的叉茸到最短的叉茸 金床の叉茸のメリットだと我々は思っております 叉茸の良い特徴というのは 特に原木叉茸の場合は エリタデニンという成分が非常に多く含まれていまして それを乾燥させますとビタミンD2が増えます ビタミンD2を摂取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骨を強く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で 特にお年寄りの方にはお勧めできるものだと感じております 我が社も創立80周年で 私が今3代目の社長をしております 創業者の森木作から2代目の森木美代 私は森弘石なんですけども おかげさまで売上ベースで 日本円で100億円を達成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これに満足することなく これからはやはり食品分野 またはこのような健康食品に力を入れて や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特に輸出に関しては もちろん台湾は非常に我々の重要なマーケットですけども これからは香港とかあとは中国大陸にも 第一名店を通じて我々の商品の核販りに 努めていければ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